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是国际上一个有名的学府 从今天开始 我很荣幸 也变成了这个学校的校友之一 我们从长远的立场来看一下 人类发展的历史 就会发现 农业是差不多一万年以前 人类所发现的一个新的维持生命的办法 一万年就是一百个世纪 可是这一百个世纪里头的 头九十几个世纪 人类的平均生产力的增进 非常非常之慢 每一个世纪 平均增长率不到百分之二 可是到了最近三四个世纪 因为科技的发展 这个人类平均生产力的增长 孟增 尤其是二十世纪 尤其是二十世纪 二十世纪通过了 尤其是通过了生物科技 信息空气科技 还有很多别的方向的科技 使得人类今天的生产力 平均每年要达到两三个percent 不是一个世纪 两三个percent 每年就可以达到两三个percent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今天 带到了二十一世纪 如果从这个立场上来看 二十一世纪的年轻人 是非常幸福的 因为他们 恰巧碰到了一个时代 是整个世界 在人类的进程上 突飞猛进的时代 我相信 在二十一世纪 台湾大学 一定能够继续 他过去的成功教育 年轻人的经验 给下几代的年轻人 带来很好的 很有成功的未来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